诶,我看到一个好东西了 打包机 哼哼哼哼哼哼,打包机 我就可以把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合成成一些有的没的 就不用,不用这么,就不会这么库存,不会这么吃紧了嘛,对不对 打包机要什么,浅蓝色染料 浅蓝色染料不就用青金石加一点骨粉就有了吗 我有我有,做得出来,很快就可以了 好了,打包机完成 可以自定义物品,包装控制 我把打包机放在,诶这里放不太下 这里塞盘盘的放不太下 那我把这个先放在这里好了 那,捕破那些的,我来拿一点来核看看 打包机,啊,打包机 要能量啦 要能量 开始要有电才会工作了 我找到我刚刚打包机完成之后 这个是什么,能量时代 对,我要进入能量时代了 看一下附近有什么 诶,还有自动点击器可以要做哦 所以我就可以自动点 脱水器 这个是跑步机 哇,猪可以来跑步 生产PW生物能量吗 这是通讯机 这个是什么 升级 哦,这个这个 简易发电机 诶 但是做这个,我就可以让打包机 打包东西嘛,对不对 简易发电机要红石砖 加上铁定熔炉和石头 哦,石头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先合成红石砖 吶 哦,好多哦 有点多 有没有 然后那个熔炉 这样我还要什么 好像...哦,石头 我的简易发电机完成 发电机 我几乎不认识它了 我现在认识了好不好 放在打包机的旁边 这个 這個我只要減易燃燒發電機嗎 我給他燃料 就可以進行打包了嘛 打包了欸 在我瞬間欸 一沒有注意的瞬間欸 看一下打包有多快好不好 欸不是這個 看一下打包有多快好不好 放下去就看囉 喔喔喔喔 瞬間欸 真的一瞬之間欸 我覺得這樣我要一直丟進去 也很蠢欸 有沒有什麼可以直接到這裡的方法啊 而且我還要想辦法從這裡導出 這工業一定有 導管是不是 基礎物品管道 用於傳輸物品 喔 所以我要一個硬化玻璃 硬化錫玻璃 銀玻璃 只要把熔熔的銀 交什麼任何熔熔的東西 交到黑曜石上面就行了 好了我現在有熔熔熔了 把這個黑曜熔放在這裡面 灌住 唉唷唉唷 這樣就會變成 強化熔玻璃 欸 好像有用欸 有欸 強化熔玻璃 再用兩個熔錠 我有 我有熔錠吧 有有有 兩個熔錠 管道 嘿嘿嘿嘿 從這裡 下面這個應該可以不用了吧 首先我先把管道接出來 哇這個管道 怎麼流成這樣 因為 太多東西在這裡了是不是 那個 重新再規劃一下好了 我把管道正式鋪在了 這上面 連接這個先移到旁邊去了 從這邊連出來之後 問題是這個 沒有進去欸 是不是缺少了控制器啊 欸啊我找到了就是這個 伺服器 內建紅石控制 抽取率每3秒8個 喔唷 提取 箱子中的一格 可以提取物品和液體 不錯不錯就是這個 要一個玻璃 欸 他有 一定要藍色玻璃嗎 沒有欸 他玻璃一直在換 一個玻璃加鐵力鐵錠和紅石一個 所以我要先燒一下沙子 伺服器1號 登登登 放在這裡是不是 欸 然後 紅石控制 呃 永遠啟動 忽略 啟動高低 忽略 哎呦 信號忽略 不需要信號 就可以出發了是不是 這有什麼 欸杆子流出來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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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強欸 杆子流出來了 哇嗚 欸 我的自動換管理工程 好像可以了欸 好像有用 那我要連接 繼續連接其他板條箱了 欸 我的木頭 好 竟然會流到打包機裡面欸 我原本想說 先連接這兩個 看來我這邊要做一個 紅石控制信號了 它可以有黑名單和白名單 我這個應該要有黑名單 要有木桿盒 木桿盒這個 木頭 這樣子它才不會過去 好好好再做一個再做一個 欸其實我可以做一種叫做過濾器的東西欸 就可以過濾掉了 過濾選項黑名單 好像不錯欸 用這個好了 就不用 不用做其他的了嘛 不用做剛剛 那個東西了 過濾器 再 放在這裡好不好 過濾一下 呃 黑名單 要過濾什麼 過濾 這個橡木 橡木一個 還有木頭 過濾這兩個 唉唷 好像成功了喔 那些橡果泥土流進來了 然後 呃 什麼東西沒流進來 桿子有沒有流進來 我把這個 幫你切換一下好不好 看 看會不會 原木 原木 欸不會流進來了 太棒了太棒了 過濾器幫我擋下來了 這樣就可以了 呃 可是這裡 有點雜亂 也沒有辦法打包對不對 這個打包的空間 這有點 有點少欸 這個有點小 好想要大一點的打包機喔 我看來應該要 分得更仔細 用管道 分得更仔細 然後自動包裝 包裝成我要的東西 有沒有 自動化工廠 一步一步實行 然後 這個 這個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不要燒 燒煤炭啊 我現在最多的是什麼 樹葉 拿樹葉去燒好了好不好 樹葉能不能燒 欸 這邊有寫 燃燒時間 100 一定可以燒 一個煤炭燃燒時間是1600 哇 16個等於一個 啊沒差啦 我的樹葉超多的 我的樹葉超多的 所以我現在要在 這個箱子上面 做一個 我應該要重新規劃一下 這裡的 不要再擋路了好不好 這邊都 都拆掉 秋風決定要重新規劃 把這裡規劃成自動化工廠 我現在已經會用廣道 會用打包廂了 沒有理由 還有這種 落島集中四封裝 這太蠢了 對不對 我現在要 呃 源頭就先分離 那一個一個分離 那把木材 通通裝到這裡 那把 呃 木棒 集中管理 就像這個箱子一樣 又回到這個狀態了 其實我一開始設計的還不錯嘛 對不對 一個 下面一個箱子配一個樹 感覺還不錯啊 為什麼我 沒有堅持呢 首先自動化的第一步 就是先把這些盆栽 移動到這個上面 一個一個移過來 欸 這跟我一開始 早期的規劃很像 我應該要堅持早期的規劃 對不對 沒有堅持 真是失策啊 有沒有 又回歸 早期規劃了 一個一個放在箱子上面 我把樹苗移動的差不多了 喔對齁 我應該要把 這個石化樹苗打掉 石化樹苗現在沒入用了嘛 我有 自製的那個 那個什麼 呃 石頭製造機 就不需要這個了吧 把它換成 換成這個好了 門瑞歐樹苗 門瑞歐樹苗 應該要 放在外面一點 讓它比較清楚 接著 用基礎管道 把它們連接 等一下 這個基礎管道 連接起來 太痛苦 太累了吧 而且我是不是要留一下 連接的空間啊 啊不然就是這個連接到這裡而已啊 對不對 我應該要留兩行吧 擺錯了 擺正擺錯了 對不起 再擺一次 哇我發現可以用這種 直接搬的 真的就這樣搬過去 好爽喔 我就不用這樣子 拆拆打打拆拆打打了 搞得這麼辛苦對不對 拆拆打打拆拆打打 不是我樂見的 這樣輕鬆很多欸 就只要這樣子斑斑一一 就可以了 接著我只要把這些東西 連接起來 連接我連接 哇喔 這個 這樣叫做很多黑曜石欸 有沒有其他管道啊 我可以大量生產 不然這樣子 光做完這些搞管子連接起來 可能 就累死了有沒有 喔我吹中了啦 用洗加籤 喔把中間換成 那個透明管子 透明強化玻璃 換成籤錠 啊就可以了欸 我目前可以做 欸30個 唉唷 大幅 大幅降低我的那個 作業難度有沒有 欸這個 欸 我覺得應該要 升 升 升起來 這樣 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樣比較好 第一步先來連接 原木 這樣子連接原木 它這些 喔不行 要有這個 每一個都要一個伺服器欸 有伺服器才能冒出來 然後要這個 忽略 它就可以冒 冒 冒原木出來 連接到這個 欸 這個箱子裡面 有嗎 欸有 有木桿欸 木桿流不進去啊 欸不行 它 它會到其他箱子了 可惡 多做一點 好了 一口氣製作20個了 輸出 這裡也輸出 全部都輸出 全部輸出 喔欸 每個管道都有了都有了 輸出了 原木正在跑出來了 原木輸出中啊 感覺很強大欸 再來再來 我把箱子正式改成 這樣子放 有沒有 這裡就有 木條 木棒 一直匯進來 有吧 有匯進來吧 這裡就有 原木一直匯進來 欸 這樣子 連接越多箱子 繪得越快 欸 我成功完成 自動化的第一步了 首先先把這兩類分出來嘛 然後 再把所有雜物 都放到這個箱子 這邊設定就是 讓這兩個 不要再放進來 然後 我再進一步的 分類這個大箱子 應該就可以了吧 進一步分類這個大箱子 好像有難度欸 沒關係 我們再來好不好 再分類 我完成 軟石軟石的成就了 你不小心打開這個箱子 欸 他默默的完成了欸 欸 可見我做這個 做太久了啦 做這個自動化工程 做太久了 其實我要分類 我可以不用這個大箱子 對不對 我全部都換成 板條箱 就可以分得更細了嘛 好像是可以 可是 這個 這個是我要做的事情嗎 我想先把樹葉 全部集中啦 其他的 不管好不好 樹葉集中 有兩種類的 這也是 有兩種類的 做太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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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太多了 做太多的事 做太多!